您好,欢迎您每天听本书,今天跟你说的这本书叫做《好好说话》,作者就是著名综艺节目《奇葩说》的成员,马维维,黄之忠,周旋逸等人。 《好好说话》是一个收费的音频节目,每一集用八分钟左右的时间,用很具体的场景来讲一些说话技巧。 而这本书呢,就是把这个节目的文稿整理成册,所以读起来非常口语化,特别浅显易懂。 这本书的序言特别有意思,写序的有三个人,有两位是我们得道上的订阅作者,分别是樊登和李孝来,还有一位是这本书的出品人马东,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 樊登说,年轻的时候参加辩论赛,决赛的对手就是胡建彪领衔的马来亚大学,那个时候为了赢,为了取悦评委和观众,不知道说了多少不过脑子的话, 无数把刀子直插对手,现在想想,真叫做不会说话。 所以看到昔日的便友写了一本教大家好好说话的书,我是蛮担心的,恐怕他们不能教大家好好说话,教大家狠狠吵架还差不多。 不过呢,当看到书稿以后,一块石头才算落地了,原来这几位也过了不惑之年,语言也柔顺了许多,他们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专注,不做别的事,几个人在一起住在朝阳公园的一个公寓里,每天研究怎么说话,比樊登读书会累得多。 我只是知识的搬运工,他们是知识的伐木工。 听完凡登的序啊,感觉这个团队真的非常的专业啊。 下面来看看李孝来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是一个相信道比数重要一万倍的人,但是在好好说话这个事情上,道这个东西常常用处不大,为人要真诚是道,说话要坦率也是道, 但是由于这个世界是极其复杂的,而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含混不清凑合着用的工具,所以不得不掌握各式各样的数,不频繁操练就有可能后悔莫及。 看来李孝来以前啊,也是深受说话的困扰。 马东的评论更有意思,他说,好好说话,是一个收费的音频节目,大家听音频就好了,干嘛要出书呢? 一鱼两吃,难道就是为了多挣一份钱吗? 反正呢,我也没敢问他们几个,但是我理解啊,他们作为一群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对印在纸上的文字有一种病态的执着。 而文字本身又是对这个音频产品一个很好的补充,至少他们重新校定,发现了很多自己的信口开河,自己吓出了一些冷汗,想想我就很开心。 看来呢,还是马东老师了解他们。 看过七八说的都知道,七八说是一个辩论节目,从节目里面看,你可能会觉得,他们个个都跟吃了炸药似的,是一个时刻准备跟别人掐架的战斗姿态, 感觉一言不合就会冲过去,把对方给咬死。 那你说这么一群奇葩,教别人好好说话,靠不靠谱啊? 听完了这本书啊,你就会知道,很靠谱。 其实呢,那个舞台只是展现了他们的一个侧面而已。 辩论说到底啊,其实只是说话的一个小模块,说话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本书就把说话分成了五大模块,分别是沟通、说服、演讲、 辩论和谈判,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相互转化的内在趋势,他们共同构建起了一个全息话术。 简单来说,说话的能力就是一门功夫,但练其中哪一块都不够。 一个会说话的人,一定是在任何场景都可以把这五种能力融会贯通的使用。 用书里面的话说,单学会沟通,会变得像兔子一样柔弱,单学说服,会变得像狐狸一样腹黑,单学谈判,会变得像鳄鱼一样冷酷,单学演讲,会变得像孔雀一样显白,单学辩论,会变得像刺猬一样难缠。 所以说话是一项综合能力,只有全面的融会贯通,才能算是高手。 那要怎么全方位的提高自己的说话水平呢? 下面我们就分上下两集,从六个部分来说一说这本书。 任何一个技能都需要先了解它背后的原理,所以第一部分呢,我们就先来重点了解一下说话的核心原理。 理解了这些之后,剩下的就都是技巧和套路了。 那后面五个部分,我们就分别看看沟通,说服,演讲,辩论和谈判,这五个模块有哪些具体的值得借鉴的操作方法。 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说话的核心原理。 我们通常指一个人不会说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口头表达能力弱,嘴皮的功夫不强,肚子里有祸,但是倒不出来。 有一个想法却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 反正就是觉得自己说话不顺畅的原因就是自己嘴巴上的功夫不够,于是呢,开始使劲的连绕口令,把别人的话拿来反复的读。 那这么做有没有用呢? 有一点点用。 这样的练习方法可以让你的口齿清晰一点。 但是口齿清晰可不等于会说话呀。 说话其实就是思考,那当我们说一个人说不清的时候,一定是他压根就没有想清楚。 所以说,根本不存在肚子里有祸倒不出来的情况。 很多人平时不好好说话,说话不得体,不招人喜欢,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是没有把说话当个事,没有刻意的想过这个事。 说话对于很多人来说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它也变成了一个下意识的行为。 通俗点说,就是说话开始不过脑子了,意识不到,同样的意思其实还有更得体的表达方式。 很多人也没有想要成为一个高段位说话者的欲望。 你要是问他,想不想成为一个说话高手? 每个人都说想,但是好像自己说话不得体也没什么关系。 通常来一句,我这个人说话直,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这就算解释了。 好像自己说话不得体都是天生的原因导致的。 提高说话的技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始终不是刚需。 过去,因为我们是农业社会,一个人的生活范围都很狭窄, 说错一句话可能被别人记一辈子,成本太高。 所以大家互相鼓励,都少说话,少说话就少犯错。 但是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一个人说话的能力如果低下,那有可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说话能力不再是一种附属的能力,那几乎就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这不是说我们在说这本书就夸大了说话的能力, 而是整个社会的变化导致了这种趋势。 首先我们的社会是由契约精神维系的陌生人社会, 大量的陌生人要在短时间内产生合作, 因此人们更多的是通过你的言论来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次,说话能让你在自己的领域脱颖而出。 就算你是技术型人才,平时不需要很高的说话技巧, 但是由于现在的技术正在趋同, 就你会的别人也会, 所以你想要脱颖而出, 那只有出彩的说话能力可以帮到你。 最后,网络也在放大你的音量, 说话能给你带来影响力, 能给你带来正向的收益, 也能给你带来很大的风险。 你看,一句话能让明星挨骂, 能让股市大跌。 总之,现在的大环境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把说话这个事情重视起来, 它早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技能了, 它是一个值得花大量时间琢磨的事。 很多人不好好说话, 说话不得体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拎不清近况, 搞不清自己说话的目的和情境, 比如在需要沟通的时候, 他在单方面的演讲, 在需要演讲的时候呢, 他又在说服, 在需要说服的时候, 他在谈判。 一个最典型的场景就是很多人把工作时候的话术带到家里, 和家里人沟通起来, 也都一本正经的很严肃, 这就让沟通这个事情变得很困难了。 这种场景的错位, 通常就会导致一段讲话从开始就注定失败。 那怎么可以快速的临清情况呢? 这就要理解, 说话是一种权力的游戏这个概念, 话总是说给别人听的, 说话的人和听到的人总会构成某种关系, 在这些关系里面, 也总会存在谁主动, 谁被动, 谁需要争取谁的问题。 这就是说, 我们说任何话的时候, 都必然身处一个权力的关系。 简单说, 你需要影响谁, 谁就掌握了这场语言游戏里的终极权力。 比如说乔布斯的新品发布会, 乔布斯精心设计演讲的目的, 是让媒体关注, 所以媒体就拥有权力。 再比如, 一个销售员在说服一个顾客的时候, 最后决定掏不掏钱的是顾客, 所以权力就在顾客的手里。 在开始一段对话的时候, 要快速搞清楚这种权力关系, 才能使用最合适的话术。 具体一点来说, 沟通的时候权力在流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沟通偏重的是理解, 目的是要学会怎样体会别人的角色, 照顾别人的诉求。 沟通的要义是平等, 把双方都放在一个水平面上, 才能打开心结。 这就要求权力流动起来, 互相给予对方话语权, 营造一个畅所欲言的说话环境。 说服的时候呢, 权力在对方的手里, 因为说服偏重的是改变, 让对方接受我们的思想, 让对方按照我们的预设, 思考和行动, 最后接不接受全在于对方, 所以权力在对方手里。 那作为没有权力的说服者,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各种迂回的手段来达成目的, 以劝导的方式, 让对方自行长出我们想要的结论。 谈判的时候, 权力在双方, 因为谈判偏重的是协调, 在保有各自权力的情况下, 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谈判的时候, 既要知道对方的筹码, 又要明白自己的筹码, 最后通过博弈来实现双方的合作。 演讲是权力的形成, 演讲拼重表现, 是说话能力最外在的展现, 一个人站在舞台上, 就是形成话语权的过程。 辩论的时候, 权力在他方, 就好像特朗普和希拉里在辩论的时候, 观众才有权力决定胜负, 理解了这种权力关系以后, 开口说话之前, 心里就有谱了。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说话的原理, 好好说话, 就是好好思考。 很多人不会说话, 一方面是因为说话不过脑子, 说话已经变成了一个下意识的行为, 另外一方面, 是搞不清楚说话的场景, 而想要快速搞清楚说话的场景, 就得理解说话是一种权力关系这个概念, 在不同的场景下争取不同的权力, 就可以拎清楚说话的场合了。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亮点, 因为说话这个事, 我们每天都在做, 要说具体的技巧呢, 那是无穷无尽的, 也没有什么所谓最好的方式, 更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只要你用心观察和留意, 你永远在好好说话的道路上精进, 招式虽然千变万化,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 掌握了说话的各种核心原理, 大的方向就有了。 下面呢, 我们就分别具体的看一看, 各种场景下有哪些说话技巧。 先来看沟通, 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容易得罪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话说出来了, 就会让别人不舒服, 到最后呢, 把别人伤了以后, 他们还觉得自己很委屈, 自己明明什么也没说呀, 怎么就把人给得罪了, 其他人也太玻璃心了吧。 其实呢, 得罪人也分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 明显的正面冲突, 大多数人都能够主动的预防, 但是很多时候呢, 其实都是那些隐性的言外之意, 很伤害人。 你比如说, 想要表达一下关心, 但是在别人听起来, 就像是在指手画脚, 我们经常会听别人这么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你房间怎么这么乱呢, 你走路怎么不看路啊, 这样的话书像什么, 是不是像父母的唠叨和指责, 那父母这么说你, 可能时间长了, 你都觉得烦, 那要是普通的朋友这么说, 就更不合适了, 这就叫平头论足指手画脚, 这样的话, 他的言外之意就是, 我处的位置比你高, 我有资格去指导你的行为, 这就违反了沟通里面平等的原则, 那话语权流动不起来啊, 这就导致一方面对话进行不下去了, 另外一方面, 别人听了也觉得很不舒服, 再比如, 想要表达安慰, 别人听起来却像漠不关心, 不关心就是不尊重, 不尊重当然就会得罪人了, 比如说别人遇到困难了, 有的人会说, 没事, 我是过来人, 这都是小事, 生活就是这样嘛, 谁还没犯过错呀, 就类似的这种降低事情重要性的话, 说的人当然是想安慰人, 但是听的人往往会觉得, 你这不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再比如, 有的人想说话以前呢, 先表达礼貌, 别人听起来却像是在暗藏心机, 就好像有人在微信上留言, 喜欢先问一句, 哎, 在吗, 你现在有空吗, 说的人呢, 当然是想表示礼貌, 先明确一下对方有没有空, 再开始说话, 但是其实, 对方一旦明确表示有空, 这就意味着很难拒绝你的要求了, 是多多少少啊, 有一点绑架的成分, 会让别人听起来很反感, 那怎么说话不得罪人呢, 有一个核心的诀窍, 就是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 沟通啊, 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相互通融的过程, 所以沟通的时候, 所谓的结论, 道理啊, 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互相的感受, 比如说你想要表示关心的时候, 如果你把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啊, 换成你这样让我很难做, 这样听起来会好很多, 为什么呀, 因为前者是在居高临下的批判, 而后者呢, 却只是在表达感受, 平等的关系里, 我们没有权利评判别人, 但是有权利表达自己, 在恋爱交往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的, 当一个女孩想要通过指责的方式, 让男朋友改变, 那个是很难的, 你怎么老是这样, 如果说经常挂在嘴边, 这两个人的关系, 一定不怎么样, 相反, 如果女孩直接表达感受, 比如说, 你这么做, 让我很难过, 你这么做, 我很伤心, 这样就是平等的交流, 男方也会因此更容易改变, 再比如, 想要安慰别人的时候, 与其说, 没事, 这是小事, 还不如说, 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够难的, 我能想象得到, 你看, 这也是聚焦在人的身上, 没有说到具体的事情, 这么做, 对方听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还有, 如果你想找别人帮忙, 与其反复确认对方在不在, 有没有空, 就不如直接把你的需求, 说清楚, 把能否帮忙的权利交给对方, 让对方直接判断, 这个人情要不要给你, 这就要比用技巧绑架别人, 让人舒服, 你看, 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 在沟通以前, 替别人着想, 预知到你自己的话里面, 可能出现的棱角, 提前把它包装好, 弄明白自己说的话, 言外之意是什么, 别人有没有可能会误解, 不管别人是不是玻璃心, 都得去尊重和保护, 用这样的姿态, 沟通就不容易得罪人了,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 在沟通里面如何才能做到有趣, 大多数人都想做一个有趣的人, 那有趣就意味着人缘好, 受大家欢迎, 很多人觉得自己无趣的原因, 是和自己的性格有关系, 似乎内向的人就比较无趣, 因为他们总是沉默寡言, 其实有趣和性格没什么关系, 你看很多喜剧演员, 都是内向性格的, 像周星驰啊, 金凯丽啊, 他们在镜头前, 总是能让人觉得妙趣横生, 但是其实私底下, 他们都很害羞, 很不擅长与别人交际, 所以有趣和性格没什么关系, 那还有人认为, 有趣吧, 就是讲笑话, 最好像郭德纲一样, 满口段子, 各种包袱, 别人一和你聊天, 就笑得停不下来, 那个才叫有趣, 其实也不是, 这种境界, 是相声演员追求的境界, 只有每句话都经过精心的设计, 才有可能达成, 你像我们在平时和别人沟通, 都是很随意的, 话题千面万话, 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设计啊, 所以笑话和段子, 是一个人变得有趣的加分享, 有了最好, 没有也没关系, 它并不影响, 你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那到底怎么做, 是一个有趣的人呢? 其实啊, 有趣是一个人所展现的, 与外界相处的特质, 这种特质包括三种, 首先保持好奇, 一个有趣的人, 他有一个很显著的特质, 就是对什么事情都保有好奇心, 比如啊, 你平时可能见过这样的人, 他们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呢, 聊游戏, 他们表现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 聊潜水, 他们也表现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 聊旅游, 他们还是一副我不感兴趣的样子, 等聊到他自己的工作, 他自己的爱好, 他兴趣一下来了, 开始滔滔不绝说个没完, 你看, 这样的人, 只有在聊他自己世界里的东西, 才会提起兴趣, 他自己世界以外的东西, 好像都无关紧要, 那这样肯定会给别人一种很冷漠, 很无趣的感觉, 他对别人来说, 那就是话题终结者, 说上几句, 别人就跟他聊不下去了, 而一个有趣的人他就不一样, 他们对什么事情都抱有一种好奇心, 有一种想知道, 感兴趣, 愿意去了解的欲望, 遇到陌生的领域, 他们总是觉得很有意思, 想多了解一点, 他们对这个世界很好奇, 愿意探索和挖掘, 那这么一来, 他给别人的感觉自然就是非常的有趣, 所以保持好奇, 是成为一个有趣的人的必要特征, 还有一个特征, 叫做深度柔软, 什么意思呢, 就是开得起玩笑, 不会特别在意所谓的面子和自尊, 对开玩笑这个事情完全的脱敏, 通俗点说, 就是玩得起, 自然界里的动物, 像狮子啊, 老虎, 他们互相打闹玩耍的时候, 就是你假装咬我一口, 我假装帮你扑倒, 一来二去玩得很开心, 我们人类也是一样, 用语言, 你假装攻击我一句, 我回敬你一句, 你拿我的弱脸开个玩笑, 我拿你的丑事说给别人听, 大家就在这么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互相开起玩笑, 找乐子, 假装互相攻击呢, 也是喜剧的主要表现手段, 你看, 说相声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捧根, 有一个痘根, 喜剧片里面, 一定有一个倒霉蛋, 所以说, 假装互相攻击, 就是乐趣的主要来源, 那有些人受不了这样的攻击, 别人一拿他开玩笑, 他就搬起脸来, 做出一副, 你伤害了我, 你要跟我道歉的表情, 只准他拿别人开玩笑, 不准别人拿他开玩笑, 这样的人, 大家自然会觉得他很无趣, 所以啊, 放软你的身段, 大方的接受别人的玩笑, 和别人保持善意的互动, 是保持有趣的另一个特质, 还有一个特质, 叫做善于借力, 就是多多转述别人有意思的事情, 很多人都觉得, 我要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我自己就得经历很多, 有过各种体验, 才能和别人分享有趣的事情, 其实不需要, 只要你说出一些其他人有趣的事情, 别人也会觉得, 你这个人很有趣, 你身边可能也有这样的人, 他们聊天的时候呢, 通常都会用, 哎, 我一个朋友最近怎么怎么样, 我最近听到一件事怎么怎么样, 哎, 最近有一个新闻怎么怎么样,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怎样怎样, 你看, 他们通常很会挖掘身边有趣的事情, 和这样的人聊天, 会有说不完的话题, 聊不完的谈资, 自然给人有趣的感觉, 所以, 如何做一个有趣的人呢, 关键就是, 对这个世界趣味点的挖掘, 对生活保有好奇, 开得起玩笑, 多多转述有趣的事情, 那你自然会在别人眼中成为一个, 虽然不会讲段子, 但却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那你可能会说了, 你说的这三点吧, 我都有, 我对外界也保持好奇, 我也开得起玩笑, 我也经常转述别人的趣事, 那现在我要追求的是幽默感, 就是要说出有意思的话, 让别人听完之后, 哈哈大笑, 我要的是具体的技巧, 其实制造笑料的技巧非常多, 有转移, 刹断, 反语, 拟人等等, 但是归根结底都在制造一个效果, 就是利用反差和错位, 来刻意制造不协调, 通过刻意打破预期, 来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简单一点说, 就是把话反着说, 高的说成矮的, 丑的说成美的, 弱小的说成强大的, 倒数第一说成正数第一, 如果你仔细观察, 会在喜剧电影里, 生活里发现大量的这种反着说的话, 只要养成了这样的意识, 多多的留意和收集, 你就可以利用各种场景来制造笑料了,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在说话的语气上, 要避免先笑, 有很多人讲一个笑话, 笑话还没讲完呢, 自己就先笑的前摇后合了, 这个时候别人的反应就往往会是, 有那么好笑吗? 就算别人被他逗乐了, 也并不是笑话本身好笑, 而是他讲的这个状态很好笑, 所以讲笑话的人在包袱抖出来之前, 千万不能笑, 要等抖完了再和大家一块笑, 最后要注意的是, 说话的时候要避免误伤, 有时候你也把话反着说了, 玩笑也开了, 但是气氛突然变得很尴尬,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话不小心伤了别人的, 比如一个收入不错的中层, 自嘲说, 哎呀, 这个月还完房贷, 我又要吃土了, 那这个时候呢, 那些连房子都没有的人听起来难免会不舒服, 所以自嘲的时候注重场合, 有比你年老的人在现场, 那就不要拿年龄开玩笑, 有比你笨的人在场, 就别拿智商开玩笑, 其实说到底啊, 幽默这个东西就是锦上添花的事, 有时候玩笑一定要好笑这种想法, 本身就会变成一种负担, 所以放松心态是拥有幽默感的必要姿势, 好, 我们总结一下, 在这一集里面呢, 我们讲了说话是一种权力关系这个概念, 来帮助我们分清楚说话的具体场景, 我们还重点说了, 在沟通的里面, 如何说话不得罪人, 如何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如何说话才能有幽默感, 这本书讲了很多很具有时操性的技巧, 但是我认为它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具体的技巧, 而在于我们重新审视说话这个事, 以前说话都是下意识的行为, 我们说的大多数的话都是一种应急反应, 时间长了我们就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方式了, 其实每一句话都有很多种表达方式, 等你真正的把说话当做一项重要的事情来对待的时候, 你会突然发现自己不会说话了, 因为你在开口之前开始思考了, 当然这种不会说话的状态只是暂时的, 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发现自己的说话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因为你有了更多的选择, 明天我们讲好好说话的下集, 从说服演讲辩论和谈判这四个维度来继续说一说这本书里面值得借鉴的操作技巧。